香港進新疆 香港進新疆 高喊口號拉起布條 民主黨人士突襲中聯辦 抗議國安法摧毀香港 與警方對峙激烈叫罵 我們現在根據香港法 來自批判你們 你們說什麼 我們是人啊 我們是手手指 鎮報警察出動 還有裝甲車進駐中聯辦外 嚴陣一帶 氣氛頓時緊繃 大陸人大將審議港版國安法 強行繞過香港立法會 直接在港實施 未來香港會設置國家安全機構 特首會定期向北京提交報告 消息來得突然 香港各界震驚 錯愕 民主派炮轟 猶如聖旨強加在香港人頭上 居然是完全沒有做過公眾諮詢 就在北京強行為香港 訂立這一條港版的國安法 是非常之不自 一國一制 正正式式在香港落實 《紐約時報》分析 此法將讓北京加強控制香港 鎖定挑戰中共的示威者 破壞一國兩制的相對自治 個人直指著根本毀滅一國兩制 直接變成一國一制 宛如香港末日 完全是沒有一國兩制 如果立了這些惡法的時候 所以市民要對抗這些惡法 橫生指數爆跌 1300多點跌幅超過5% 市場一片恐慌 網路上已經有人發起周末上街抗議 警方發出勸導希望中資商店 考慮提早關門 美國總統川普表達強硬態度 美國多位議員也齊聲炮轟 國際社會憂心 去年的街頭混亂重演 香港將再度陷入動盪 記者李敬華 羽翼 林基睿報導